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腾飞说时 我们都知道,在今天的欧美国家,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共同体,那就是西欧文化圈 其实,在东亚也有一个东亚文化圈 东亚文化圈也被称为汉字文化圈,中华文化圈,儒家文化圈等等 之所以有那么多的称呼,那就是因为现在的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所处的文化共同体 是一个很难被定义的文化共同体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人、韩国人和日本人有着相同的历史、相同的传统、相同的文化 这个共同的历史文化,就是从汉唐至明朝的历史 这段历史时期的中华文化,在当时被中华文化圈内所有的国家视为共同的文化 就如同今天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一样 它不仅仅属于希腊人和意大利人,而是整个欧美国家共小的文化 在今天的国际学术界,韩国文化仍然被定义为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今天的韩国人已经把中华文化不断地本土化和韩化 而很少提到中华这个词 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以后,基本就不提中华了 甚至,今天的日本人认为,日本文化不同于韩国文化 是独立于中华文化圈的一个自称体系的文化 日本文化具有特殊性 日本文明也被有的学者视为世界九大文明之一 为什么东亚文化圈是一个很难被定义的文化共同体呢? 中日韩三国为何又对这个文化共同体没有多少认同感呢? 从历史上来看,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就是清朝建立以后 中华文化圈的各个国家产生了离心力 第二,就是进入近代社会以后 中华文化圈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 清朝入主中原以后 朝鲜人和日本人都觉得中原已经遗迪化了 朝鲜人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中华 清朝是遗迪 由于李氏朝鲜的力量非常有限 无法公开的遵命 所以不得不居从于清朝的朝共体系 这样一来,李氏朝鲜的世人一直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 一方面认为自己是小中华 从文化上鄙视清朝 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服从于清朝 在朝共体系中对清朝毕恭毕敬 而日本早在封城秀吉的时候 就已经不再以中国为正统了 那个时候的日本人 企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人为主导的大帝国 想要与明朝分庭抗礼 清朝入主中原以后 日本人更加游离于中华文化圈之外了 并提出了华谊变态的理念 认为日本才是中华文化的正统 中原已经变成蛮夷了 所以清朝在乾隆年间出现的万国来朝的景象 与明朝时期的万国来朝的景象相比 要大打折扣 清朝的时候 东亚各国开始没有了共同的文化认同感 有鉴于此 有人会提出这样的言论 如果明朝没有灭亡 那么中日韩就不会失去共同的文化认同 东亚文化圈就会是一个完整的概念 其实这样的假设还要附带另外一个假设 那就是如果明朝没有灭亡 它坚持到了1840年以后的近代社会 并且在近代社会还能够实现君主立宪 顺利地完成近代化 并且带领东亚各国抵挡住西方文化的冲击 那么这样一来 东亚文化圈或者说中华文化圈 才会是凝聚力比较强的一个文化圈 如果明朝无法实现转型 或者说被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后来居上 那么今天的东亚文化圈 依然是一个很难被定义的文化共同体 未来的东亚世界 会不会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汉字文化圈呢 历史已经成为往事 不能假设 但未来可以被我们创造 我们今天就在亲身经历 并书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 感谢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